我們終於來到這個代數的環節了 一個非常神奇的環節 為什麼說它神奇呢? 神奇的地方就是因為 例如你問我現在多少歲 我說有多少錢 我永遠都不會直接回答你的 是會用例子來回答你的 例如 就好像你問我多少歲 我就說我的歲數呢 其實就是 和鄰居小明的媽媽的兒子的歲數 加上除以二的 這些非常神奇又巧妙的答法 代數也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坊間就是因為 或者這個自然界 因為有很多原因 令到人不能直接問對方的問題 又或者只能夠旁敲則擊 知道中間的關係 從而呢 我們就有了代數這個 非常之有趣的科目了 然後再說一說 代數呢 例如 畫面看到這裡 這裡有一條色 那當大家遇到代數呢 我們經常都會 很忠情於用這個 x這個字的 去代表我們一些 未知的量的 那呢 x的寫法呢 就是這樣的 又或者這樣 那盡可能跟普通的一個交叉呢 就分開的 那為什麼呢 那 那 例如 如果你看到下面這一條色 這樣 這個 x其實是成號來的 那 和一個未知量 未知數的x呢 如果寫在一起呢 就會覺得很麻煩了 那 所以我們呢 有 一些特別處理過的代數式 怎麼特別處理過呢 那 例如 我們平時見到 例如要說 二乘以三 那 我們會有一個成號的 那或者二除以三 我先說成號 我們會有這個 特別的成號的 那代表二乘以三 那但是 在代數式來說呢 我們 我們 就很可愛的 我們就很喜歡 將一些英文字 代替了一些數目字 例如 我們會說 A等於二 B等於三 然後 代入去原本這條色 那這一條色呢 就會變成 A 乘以B 對嗎 對嗎 但是遇到一個問題 那現在是AB 當然沒有問題 對嗎 那他若日後 我遇到 X 乘以 另一個是X 就是整套電影戲名 那會令人分不清楚 究竟哪一個是未知量 哪一個是成好的 不過不要緊 我們有人呢 就發現到 其實 我們沒有了這個成號 都OK的 如果 如果 抓住了這個成號 那我們就會見到AB 那我們 逢親就是見到 AB 或者某一些 英文字母 拍在一起 例如 XY XYC 那其實 我們就知道 它們全部都是成在一起的 那即使 我只是變一個 例如我只是變B等於三 那A呢 仍然都是用2 那便變成2B 那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我們只要 so far 全部和符號 約的成法 全部拍在一起 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或者遇到 真的遇到有數字的話 我們就用 豁這個方法 對不對 我們成法有很多種的 那所以呢 為了簡單清晰起見 在這個代數式裡面 在代數式的世界 那我們 是不會用 普通 例如2乘2 3的 這種成號 來做一個代數式裡面的成法的 你可以寫X 點 我們用一點來代替成法 X 就是2X 又或者直接2X乘在一起 那當然 如果你知道 次方的話 2X就是2次方 對不對 那大家看過 之前那段影片都說過 次方 那又例如 剩下這個2除以3呢 在代數式裡面 我們會 將會用分數的方法 來表達的 就是2 over 3 如果換回上面 這個全部代替英文字幕 或者暫時代替一個 先 那就是2 over B 那就是2 over B 如果全部都是連2都轉A 的話 那就會是A over B 那就會很清晰的 就好像上面的一個 之前我給大家看的那條色 那這裡有一點點例子 可以跟大家做一做的 例如 s除以t除以5 那它就會寫s在這裡 然後分數先 s除以t 是不是 那這個數呢 如果再除以5的話 那就會把它寫下去 在一個分數的分母那裡 那5就是這裡 那我們有個慣例 會將一些 盡可能 有機會 有情況的話 盡可能都會把這個 constant這個數字呢 這個不是constant 這個 coefficient 把這個 把這個 數字會放在一個 英文字母的左邊 那 s over 5t 那 -3 乘以x 除以y 一樣 -3 乘以x 這個 乘以x 這塊是除以y 除以y 那就是這樣 那 20加這堆東西 減這堆東西 那都是先乘除後加減 20 先乘 5 乘以x2 5乘以2是10 10 乘以x10a 把符號拉過來 5 除以b 5 除以b overb 減 就是這樣 那 A除以這個括弧 那看到括弧 括弧是先走的 那這個會變成3b 是不是 把3拿到b前面 3b A除以 那就變成a over 3b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 和這個 的形式 是不是很像呢 也可以留意一下 它原本的那條式 究竟想我們怎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和這個的 共通點 然後 接下來我們有 a over 負7 乘以b 乘以b 就會乘在上面 一個分數 乘以 一個整數 的話 整數就會乘在分子上 ab 沒問題 就是 如果除的話就像這個例子 除的話就會 將 新除的那樣東西 放進去 墳墓 那裡 除以c 就是這樣 有些人呢 喜歡把負數拿出來 或者放在上面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如果有一個負好的話 無論放分子 墳墓 或者放出來 都是沒問題的 這個就是放出來 這個可以放在裡面 是一樣的 那同樣道理 見到括弧的話 就括弧先 那 2乘以b 就是2b 2b-9 括弧先 括弧先 括弧就行了 除以2z乘以5 除以2z 那如果只放個5在這裡呢 那就會有混淆了 那所以之前的一條expression呢 就要把它加回一個潑弧在這裡的 因為有混淆的地方就是 就是 我之前說過 如果二乘以3 我們把成功一抹了 那變成了就是23的了 那這個同樣道理 我們如果不加個括弧 就變成52b-9 這個是另外一樣東西來的 所以我們要加個括弧 還有這個是成過去的嘛 又不是加又不是減什麼都買 那所以呢 那就要加個括弧了 那呢 因為這個基本的代數introduction 就講到這裡